小朋友唱唱跳跳充滿蓬勃朝氣 為現場注入滿滿國力 太平區農會結合社區 舉辦農油太平系列活動 希望進一步推銷 當季盛產的荔枝跟竹筍 這次我們的一系列活動 我們有我們的 我們的柴果巴士 還有我們的自由行 荔枝柴果自由行 還有我們的一個荔枝燃養的活動 我們也希望透過以上的活動 可以促銷我們的在地的 我們的一個農特產品 結合我們的休閒產業 來做最好的推廣 農會表示 農油太平不只提供民眾認養荔枝樹 能夠帶著三五好友 一起來享受柴果樂趣 今年還結合了旅行社業者 推出柴果巴士 從13號到21號 要帶民眾游太平的大張樹 以及古農莊文物館等等的景點 來進行一趟深度之旅 因為社區有現在目前有四座冷鏈場 那我們的體驗活動旁邊就是一個冷鏈場 各位也可以到冷鏈場去體驗看看 那還有就是我們的荔枝饗宴在6月28號要來舉辦 這個饗宴就是說我們用荔枝下去做菜 我們行船包含了採竹筍 那採荔枝以及古農莊文物館的參觀 還有會看三百年的大張樹 那一個人的費用是499 包含了竹筍一隻可以帶回家 那還可以帶 每個人可以帶五金的荔枝 不只是任養荔枝樹很搶手 這柴果巴士一推出 報名人數就將近八成 有吃有拿又有得晚的活動 果然特別受到青睞 想要享受這當季水果滋味的民眾 收腳可要快 記者賴秋風台中採訪報導